就在美国经济被拖入持续升级的红海危机和中东冲突 以及不断出现债务赤字僵局 多次面临联邦关门停摆危机 而焦头烂额的背景下 2024对于大选之年的美国经济来说 分裂现象产生的蝴蝶效应必将愈演愈烈 这直接威胁到美联储关于美元储备货币的权威 对此 分析师迈克尔·博尔丁1月8日分析称 在美国 目前多个州正自行废除美联储 或将成为2024年美国经济的重大变化 虽然美联储不会自行终结 因为美国国会永远不会切断美元印钞机 但美国的各州和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都在采取行动 将美联储打入其应有的原型位置 扔进历史垃圾箱 比如 事情的一个最新进展是 名为克里斯 普里特的议员于1月10日提出 向西服吉尼亚州众议院提交HB4342法案 将使金币和银币成为该州的法定货币 并为其提供联邦资本利得税抵免 这是美国人破坏美联储对货币垄断的基础性一步 根据拟议的法律 美国联邦发行的金币和银币将被视为西服吉尼亚州的法定货币 实际上 在此之前 西服吉尼亚州早在2019年废除了州对金银条的销售税 卖出了将金银视为货币的第一步 而最新的HB4342法案是该州卖出货币独立的第二步 我们不应该对钱征税 这是个好主意 前美国众议员罗恩 保罗表示 对钱征税是没有意义的 只是美元率指不是钱 而是欺诈 与此同时 普里特还提交了HB4582的法案 该法案将授权西服吉尼亚州财政部长投资黄金和白银 这将使该州能够保护其州的储备资产 免受美联储毫无节制印钞造成的美元购买力大幅下降 和通货膨胀的影响 而1月10日的另一则消息显示 堪萨斯州参议院收到一项名为SB303的法案提案 也将使黄金和白银成为该州的法定货币 并有效废除金银资本利得税 根据拟议的法律 美国政府发行的硬币或具有管辖权的法院指定的任何其他硬币 将成为堪萨斯州的法定货币 并被视为支付债务和税收的交换媒介 而在新泽西州 1月8日 该州众议院和参议院最终批准了一项名为A5294的法案 该法案将免除金银条的州销售税和使用税 这项立法的颁布 不仅会减轻投资者的部分税收负担 还将消除在日常交易中使用黄金和白银的一个障碍 这是人们打破美联储对货币垄断的基础性一步 与此同时 众议员迈克尔 格兰杰和三名共同提案人于2023年12月下旬向新罕布什尔州提交了 HB1246法案 该法案将允许该州的任何企业或雇主在向员工支付工资时 可以直接使用黄金和白银来取代美元并破坏美联储对货币的垄断 而参议员肖恩·杰特也于去年12月向俄克拉和马州提交一项SB1507法案 将取消对金银币的州资本利得税 并澄清金银作为该州法定货币的定义 进而向美联储的货币体系亮剑 与此同时 参议员大卫布拉德于12月向俄克拉和马州提交了SB1351法案 将建立该州独立的金银储备库 这不仅会创造一个安全的地方来存储贵金属 它还可能促进俄克拉和马州金融交易中黄金和白银的日常使用 并进一步打击美联储对货币的垄断 不仅于此 众议员道格、李奇和众议员比尔、哈德威克以及参议员威廉 埃格尔也在12月向密苏里州提交了两项法案 将采取重要步骤 将黄金和白银视为可流通的法定货币 并为那里的人们削弱美联储的作用 拟议的法律还包括授权该州财政部投资大于或等于所有州资金的1%的黄金 或白银的条款 并明确禁止任何联邦机构、部门扣押黄金和白银 而让美联储更加措手不及的是 1月11日的消息显示 德克萨斯州的议员正在拟议 关于要求德州审计长办公室启动通过德州金银存放处管理金银 以将黄金和白银用作法定货币 并可以替代美元的投票 这也是既德州已经于2018年就开始运营该州公立 而不受联邦制约的贵金属存放处 并一直在研发锚定黄金的有别于美元的德州独立数字货币后 德州再次公开去美元化并叫停美联储的货币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 德克萨斯州支持黄金作为法定货币 而替代美元的行动是由该州选民需求推动的 分析认为 由于共和党控制着德克萨斯州 共和党选民成功的投票提案往往会成为法律 更加深远的意义 同时对美联储和美元来说 更大的挑战在于 德克萨斯州不仅是美国人口第二多的州 也是人口最多的红色州 德州是第一个引入州公立运营存款机构的州 在德克萨斯州开始的事情往往不会停留在那里 德克萨斯州推出的政策大多会在全美推广 再结合前面提及的 过去一个月以来 至少六个州都在效仿德克萨斯州 废除美联储相关货币功能的行动来看 分析认为 德州正在引领全美50个州 纷纷向美联储印钞机和美元美债而宣战 而截至目前 在美国至少35个州都已用到 包括宣布将金银视为法定货币 开发州独立的以黄金背书的数字货币 州独立的金银储备库 提出州先行恢复金本位置 发行独立货币等一种或多种方法来挑战美联储 和去美元化 对此 宪法招标专家威廉 格林教授在米塞斯研究所发表的论文中表示 当多个州的人们真正开始使用黄金和白银 而不是美元联邦储备券时 这将有效地废除美联储 并结束联邦对货币的垄断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多州居民将金银与美元并价齐驱 金银硬币比美联储纸币更保值的事实 将导致反向格雷辛法则效应 即黄金和白银不断驱逐美联储纸币这亿美元劣币 这不但是美联储的危机 也是美国财政部的危机 根据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十款规定 任何州不得用除金币和银币以外的任何东西作为债务支付的货币 然而自1971年尼克松单方面宣布废除布雷顿森林体系金本位 将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 随着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不断推进美国国债货币化的进程 美国就源源不断对外发行并输出美国国债 面向全球的还款也是使用美元现金 这意味着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事实上已经违反了相关的法律 而毫无节制的印钞和利用美元地位采取的种种制裁行动 则引发了全世界的人们不断去美元化和去美债化 正如过去一年 世界多国的央行们再次以创纪录的规模增加了黄金储备 并不断替代美国国债这一美元核心资产 分析认为 当德州正在将引领全美50个州纷纷向美联储印钞机和美元美债宣战时 多国央行用黄金替代美债就更加不可避免 这就意味着 美联储作为发行通用货币的机构正在被世界架空 这对于大选之年的美国经济来说是极为不利的节奏 因为美联储是推动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经济体的引擎 一旦没有美联储 美国联邦将无法维持其所有违宪的战争计划和支出 进而 美国经济的债务赤字底牌和美元印钞机庞氏骗局也将被揭开 而根据美联储1月12日公布的初步财务报表显示 2023年美联储运营亏损达1143亿美元 创历史新高 由于持续向金融机构支付的计息存款和证券费用 按目前的利率水平 可能让美联储空前的亏损持续 再叠加美联储再被美国多州废除 以及世界去美元化和去美债化浪潮加速 当美元美债被广泛抛弃时 美联储或终将破产 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野村报告认为 美联储已将决策外包给了出于助推2024大选的美国财长耶伦的深层原因 因为当美联储被世界越来越不认同的时候 对现有的美国经济几乎是生死存亡的 与此同时 这些危机感也加速了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对包括美国多州 以及世界多国黄金 白银等一系列资产的际遇 根据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消息 美国财长耶伦上周宣布 10万家企业已加入美国财政部一个新的数据库 已收集在美所有企业的10亿所有权信息 耶伦表示 美国不是赃钱的避风港 有关10亿所有权的信息将支持我们的执法同事进行逮捕 起诉罪犯和没收非法资产 分析认为 尽管公开宣称没收目标是非法资产 但并不排除美国财政部在认定这些资产过程中 选择性失明 或将扩大没收包括美国多州以及外国人在美国的房产 存款 黄金等一系列财产的规模 要知道自一战以来美国先后没收了德国日本伊拉克利比亚 阿富汗委内瑞拉俄罗斯伊朗叙利亚等多国央行或相关企业和个人的资产 而根据资深贵金属专家格雷耶兹等多方观察 近年美联储已数次阻止德国 委内瑞拉运回寄存在纽约金库余下黄金的请求后 或数次拒绝和阻止了中国等多国提出运回黄金的要求 不过与其他寄存者不同的是中国是美国国债的第二大持有国 近年持续掀起美债抛售潮 持仓规模已由十年前的约1.32万亿美元峰值降至约7000多亿美元的量级 累计竟抛售了于5500多亿美元 比例高达约42%的美国国债 并且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 中国一直都是美债第一大持有国 这引发了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高度关注 该部门数周前就通知美国财长耶伦 要为中国可能接近清仓美债做准备 一些国会议员还建议 如果资金不足 美国财政部需要动用其国库中8133.5吨黄金储备 铸造千值万亿美元的黄金币 优先向中国偿还到期的美国国债 正如亿万富翁吉姆·罗杰斯 资深经济学家阿拉斯戴尔 麦克劳德等多方分析 2024年加速分裂的美国经济 其债务经济模式的主动权 掌握在全球为数不多的主要大买家手中 这也意味着 岌岌可危的美联储 即使存在挪用他国黄金的行为 但依然还是要如数奉还 中国可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 寄存的约600吨黄金储备